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請 夏主委 吳副主委 我們 今天國防部有沒有人來 國防部助理次長 請國防部次長一起上來 請唐次長 請唐次長 三位好 我想我之所以請三位上來 當然跟我問的題目有關 而且我們 吳副主委也是 全程參與 晚宴也到嘛 對不對 那我們唐次長雖然沒有去 但是 這個國家的國防部次長 應該對我們 現在所面臨的問題 處境非常清楚 這個夏主委 我給你求證一下 你今天公佈的 這個馬總統在 你看我稱他總統 他的 在會談的 談話全文 全文 他是不是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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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特別跟習先生說明 最近外界報導 朱日和基地軍演還有飛彈方面的問題 這是反對黨 常常用來批評兩岸的口實 口實 有機會的話 貴方能夠採取一些有善意的具體行動 應該可以減少這一類 不必要的批評 這也是剛剛主席講的 來我請教一下 馬總統 這是原文 趙璐嗎 是的 是的 所以他在跟習先生 他的談話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飛彈的問題 是反對黨 拿來批評兩岸關係的口實 如果可以 有點改變的話 可以減少一些 不必要的批評 沒有錯 這是馬英九先生說的 我們是原文趙璐的 我本來還以為他在飛機上 跟大家講說 這個 我們還有提到飛彈的問題 而且是開一個頭 因為國內有很多人關心 我本來覺得說 他講關心可能是基於禮貌 照理說我們國內 對於飛彈的問題 不單是表達嚴正的抗議 甚至是覺得是中國對最具體的威脅 來 夏主委 你覺得呢 我們覺得這個的確是對我們一個 國家安全也很重大的威脅 來 現場 現場 馬東諾講了這個話之後 這是一個對談嘛 對不對 我看你們有些結錄 這個習主席有講話啊 習先生有講別的話 很少很少的時候大部分 大家都不能插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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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來請問一下唐次長 國安部的立場呢 習 習先生回答 習先生回答說 這些飛彈跟台灣無關 這飛彈沒有對準台灣啊 是 這飛彈是怎麼樣 你這飛彈有沒有對準台灣 報告委員我想我們在這個 中共的軍力報告書 以及國防報告書裡面 都已經非常清楚的做出陳述 我們認為這些飛彈 它的涵蓋 都台灣 好這些有沒有 馬總統知不知道 我相信總統就是因為非常清楚 所以他才會在會議當中 提出這個問題 也表達出我們國家 我們的老百姓 我們的人民 對這個問題的關切 好來 吳副主委 吳副主委 是 我剛剛聽齁 我看馬英九跟夏主委 最近沒辦法啦 夏主委我看他 也迫於形式 很多謊言齁 已經寫在他臉上了 好來我現在 我現在寄望你 現場 現場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當習近平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的代表團 有沒有人給馬總統講什麼 有什麼回應 報告委員總統是要強調說 台灣民眾對尊嚴跟安全 這個部分呢 不是啦 飛彈 飛彈的問題怎麼回應 整個部分在強調了 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帶下來 比如說台灣民眾對尊嚴跟安全的感受 那大陸方面必須要能夠理解 而且要重視 要採取一些措施 馬總統知不知道 飛彈是對著台灣 大陸 大陸對台的針對性的軍事部署 我想大家都清楚 大家都清楚吧 那為什麼現場沒有任何反應 現場唯一的反應告訴大家說 這是反對黨的口實 是不必要的批評 你們如果可以少一點 大家少罵一點 報委員 因為那個過程當中是各方 各方的一個一個論述 他比較沒有那個對談性的 但是我想 在會後 在會後你們還 在會後你們喝高粱啊 喝洗酒啊 會後 大家只在比說哪有幾隻老虎是嗎 不是這樣 呵呵 其實齁 來你們兩位請回啦 你們兩位請回 其實你們不要公布還好 公布就破功了 大家知道說 你擺了那麼大的陣仗 一副好像66年來 只有我馬英九 可以爭取到 這個兩岸領導人 在國際場合上會談 結果 公開談的 剛剛很多委員提到了 你說的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在公開場合沒辦法談 進到關門會議的時候 勉強為了交代幾出 幾出幾個字 然後 所有的事情 好像馬總統 在做 在做這個宣傳演說 在習近平面前 一下子說這個 大陸旅客成長了多少啦 兩岸 這個 兩岸這個 公安課多少啦 未來還希望說 陸生 我們共同來發展嗎 這個 變成亞太高等教育的重症啦 還請習先生 麻煩您 思考一下 但是對於國人 攸關兩岸 兩岸的軍事威脅 這個飛彈的部署 有 針對台灣的 從陸橋 五一山 連城 新寧 承海 漳州 晉江 惠安 龍田 義序 蠔 蠔 蠔 一千七百多枚 有這麼樣的一個機會 有這麼樣的一個機會 即便是各說各話 馬總統 吊兒郎當 在那裡 在那裡洗行余色 在那裡擠眉弄眼 但是台灣人民面對的軍事威脅 輕鬆跳皮 還賴給反對黨 當時的 那個我沒有問 我沒有問你啦 夏主委 坦白說 拿反對黨是OK的 過去我們經常在這裡講 反對黨可以做國家的後盾 你去跟人家談判 拿去談 沒有關係 你說那個亞文治 在立法院亂搞 拜託不要讓他收斂一點 只要為了台灣的利益 你背後在那裡罵都沒有關係 問題是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你對 你好不容易有機會見面 你對這樣的威脅 輕輕鬆鬆 視若無睹 習近平睜眼說瞎話 你們也是 這個笑罵尤人 說真的 可惜啦 可惜啦 我有一點時間 我請你評論一下兩個影片 來 放一下 但是我絕對不會 在我未來的四年當中 跟大陸的領導人去見面 我絕對不會跟大陸去談 統一的問題 我絕對不會做出任何有損 中華民國主權或者台灣尊嚴的事情 好 這個夏主委看到了 我請教你一下 這一段文 這個是馬英九說的 沒有錯吧 沒有錯 好 那做一個政治人物 信守 那如果做不到的話 有沒有辦法 信守諾言應該是一個基本的 甚至其實也是外交 你們折衝 應該有的基本的規範 這一段有關 你不要回答我 我只要問你一個問題 這裡面有沒有提到說 是到對岸去見面 有沒有 有沒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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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沒有 沒有 那什麼時候有 總統他說明過很多次了 有關這一段 因為他知道這一段 他曾經說過 在說當時的情況 是大家都往大陸跑 所以他說不會去見 一直不去大陸 這是他的說法 我必須講 這是他的說法 所以你知道 你知道那是一個謊言嗎 對不對 那我不知道 這是他的說法 你不知道 你連證實是不是一個謊言都不敢 你應該替他說 不是一個謊言 因為當時有時空背景啊 我說我不知道那是個謊言 可是我說他有整個時空背景 整個說明 其實 大家清楚得很 前面問他 就是問你說這四年 你會不會做這些事 當時的時空背景就是 就是他覺得 講這樣才有票 騙選票 我告訴你 那他現在不選 現在 現在為了要去了 為了要去了 為了剛剛我現在聽你講 總共才不到二十幾天的時間 為了急衝衝去 這個謊言 丟在一邊 而且 還故意曲解 故意曲解 當時說 我沒有要到 我是說我去中國見面 第二個不要放了 第二個633眾所皆知 要捐薪水 不要放了 馬總統所說的黃 之所以造成今天 你們去辦馬席會 你們今天去辦的沒有 大家沒有辦法信任 我看到了幾份民調 兩岸的領導人見面 如果是在一個對等尊嚴公開透明 如果真的達成這個相互溝通的使命 哪怕 哪怕什麼共識都沒有 其實 台灣同胞還是很支持 我個人也支持 今天我們在談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在談的是 你一個馬英九 任期快要結束 民調低迷 然後已經完全無法得到國人信任 然後你去 你急衝衝的去 在倉促混亂中去 在黑箱蒙騙中去 然後在那裡講的話 跟你們說的完全不一樣 在你講的 你沒辦法接受 我告訴你啦 歷史會證明你必須接受 我相信是 因為你今天做了錯事 好可惜啊 夏主委 我跟李軍藝一樣 過去尊重你是一個優秀的外交官 但是今天這件事情 你剛剛親口承認 趙春山說 在領獎話前兩個版本 我沒有承認 我說我有很多版本 你剛剛那樣講 我說我有很多的應對 你講話前就很多版本 坦白說喔 那飛機都飛出去了 版本還在改 如果到時候談不攏 因為狀況隨時在改變 所以你在急什麼 今天是飛彈馬上要轟炸了嗎 當年 當年的被稱為兒皇帝啊 石敬堂啊 還是棄丹大軍 大軍威脅 煙雲十六週才要割出去啊 結果被稱為賣國賊兒皇帝啊 今天在國際的軍事底下 今天在任何的這個 這個政治非政治的情勢底下 除了滿足馬英九個人虛榮 或者是中國 有什麼樣特殊的需要 沒有任何理由急衝衝的 安排連雙方講話都到最後版本 還在巧 如果你剛剛證明有那些版本為真的話 報告委員 國際上所有談判 有的時候要談到最後一分鐘才能夠達到一些結議 最後一分鐘 那是還沒有出門前的最後一分鐘啦 夏主委 總統都出門了 到相隔離他現場 會議前都可能都要改變 那所以咧 所以我們今天是不是在現場被壓著 要講出 要把這個各自表述收回來 當然沒有 我們各自表述說明的清清楚楚 不是啊 不是就是因為馬英九對那個根本無所謂 因為你們只有在中華民國境內 來欺騙國人 只要一到國際的 只要一到國際的場合呢 就歸縮 這一次在新加坡 600個媒體面前講的 所有的 所有的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我真的好期待 在600多個媒體 你只要講各表兩個字 各表 委員請你去看一下好不好 各表我看了 我們講得清楚總統說過什麼 你有在習近平面前講各表兩個字嗎 當然有 習近平面前 當然是在他面前 你看那個閉門稿 公開那個會議報告 我們講得清清楚楚 你還是沒聽懂我的意思 媒體在拍的時候 那五分鐘 才是要你講的時候啦 好謝謝 奪錢要講算什麼 這不叫奪錢 是正式會議 笑死人啦 你還賴 好啦下次 一隻手帶一隻錶 齁 不要忘了 好 我們 跟 這個我們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上午 呃 再兩位委員發言 我們就必須要休息 跟大家致歉 因為 這個 我個人有行程必須要去參加 不好意思 就是 李貴明委員 是下一位 然後再一位 好 李貴明委員 質詢時間八分鐘 謝謝 好主席麻煩請下主委 請下主委 李貴明委員 好 主委好 時間的關係 我只講重點 第一個呢 剛才在委員 請下主委